吉珍赵说 如今各国都不跟从 事情与我们的本意相悖 民工 您如果是因为害怕前往益州 应该派遣使者尽奉表彰 请求留下 主上也不会不加考虑地拒绝的 平规说 如今事情已经败露 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应该先声称自己接受赵令 实则带领幽州的全部军队 南出长山 杨平公芙蓉一定会远道而来迎接我们 我们便趁此机会将他擒获 进军占据冀州 统领关东兵重 攻打西边的领土 谈指尖天下就可以平定了 芙洛听从了平规的意见 下季四月 芙洛率领七万兵重 从河龙出发 前秦国主芙奸召集群臣商议此事 步兵校尉吕光说 星唐公福洛 凭借王室至亲的身份作乱 天下人都义愤填膺 忍无可忍 愿您为臣配备五万步兵骑兵 想要擒获他 就如同低下头来捡个东西那样容易 福建说 福崇福洛兄弟 目前占据着整个东北地区 官员训练有素 赋税收取得当 所以他们的实力不可轻视啊 吕光说 他的兵重之所以能聚集 是迫于威慑 不得意之下才为复从 富洛兄弟卖命的 现在他们不过如同一群蚂蚁 想要杀死轻而易举 如果大军前往 他们势必全部瓦解 所以不值得忧虑 于是福建便派使者前去责备福洛 让他返回河龙 还许诺把幽州送给他 作为他世代承袭的封地 福洛对使者说 你回去告诉东海王福建 幽州地域狭小 不能够容纳许多兵马 不能够容纳千胜之国 我必须要称王 以此来继承高祖福建的伟大工业 如果他能亲自到同关迎接我的大驾的话 我就让他位在上宫 封决后回归本国 福建听了这话十分愤怒 派左将军五都人斗冲 以及吕光 率领四万步兵骑兵讨伐福洛 另外派遣右将军都贵 持马急行到叶城 统帅冀州的三万军队作为前锋 任命杨平公福荣为征讨大都督 北海公福崇 率领继承的全部兵重 与福洛会合驻扎在中山 共有兵重十万 五月 窦冲等人与福洛在中山交战 福洛的军队大败 福洛被活捉后送到长安 北海公福崇逃回继承 吕光乘胜追击 斩杀了他 屯齐校尉十月 从东来率领一万骑兵 渡海袭击河龙 斩杀了平规 幽州全部被平定 福洛赦赦免了福洛 没有诛杀他 把他迁徙到梁州的西海郡 陈司马光说 有功不赏 有罪不杀 就是姚舜这样英明的君主 也不能实现大治 何况是其他人呢 前秦王福坚多次情惑了反叛作乱的人 但是都宽赦了他们 这就导致他的臣下 对叛逆作乱的事情习以为常 做出了恶心的勾当 还心存侥幸 认为不会受到惩罚 这样一来 祸乱哪儿能清晰呢 上书中写道 以威圣爱必定成功 以爱圣威必定失败 石京云 别听狡诈欺骗的话 警惕两面三刀 制止暴虐和抢劫 不要作恶把人欺 如今福坚违背了这些话 怎么能不灭亡呢 东晋朝廷认为 前秦军队的崩溃逃散 是谢安环冲的功劳 于是给谢安授予卫将军 与环冲都开府一通三四 6月19日 东晋实行大赦 22日 东晋任命会计王司马道子为司徒 司马道子坚决辞让 不接受 前秦王福坚征召扬杨平公 福荣为市中 中书建 都督中外驻军士 车戒大将军 司令校尉陆尚书士 任命征南大将军 首尚书令 长岳公福坯 为都督关东驻军士 征东大将军纪州木 福坚考虑到 种堤族种族 正在野蛮生长 于是秋季七月 他将三元 九 五都 九宗 拥抵的十五万户堤族 划分开来 让自己的各个亲属 分别统领他们散居一方 如同古代的诸侯国一样 长岳公福坯 统领了三千户堤族 任命求持的堤族酬长 夜生校尉杨雍 为珍东左司马 九的士族组长 长水校尉 齐武为右司马 让他们各自统领一千五百户 作为长岳世代 承袭的清大夫 任命长岳郎中令 掠阳人圆场 为陆氏参军 士讲 扶封人伟为参军士 身少为别嫁 杨雍是扶披妻子的哥哥 齐武是杨雍妻子的父亲 八月 在幽州分治平州 任命十月为平州次使 镇守龙城 任命中书令梁唐 为幽州次使 镇守继城 任命府军将军毛兴 为都督和秦 二州驻军士 即和州次使 镇守汗 任命长水校尉王腾 为并州次使 镇守晋阳 和州并州二州 分别分配三千低租民户 毛兴王腾全都与福士联姻 是低族中 有崇高声望的人 平原宫福徽 被任命为 都督御州 洛州 京州 南衍州 东御州 扬州 六州 驻军士 镇东大将军 御州 牧镇守 洛阳 调动洛州次使 镇守 封阳 巨鹿公 福瑞 被任命为 雍州次使 并为他们分配 三千两百户 低族民户 福尖把福匹送到坝上 众低族人 在辞别他们父兄的时候 全都失声痛哭 他们气愤 悲哀 欺疮 连过路的人都感动极了 赵整 趁着陪同宴请的机会 弹琴唱道 阿德指 阿德指 伯老鸟的旧父是求随 伟长一短 不能飞 缘喜低人流先碑 一旦出现缓急 应当告诉谁 福尖 微微一笑 但没有理会他 六月初十 东晋皇后 王氏去世 冬季十月 九镇太守李逊 占据交州反叛 前秦王福尖任命 左晋将军杨碧为秦州刺史 尚书赵谦为洛州刺史 南巴校尉江宇为宁州刺史 十一月十三日 东晋在龙平陵 安葬了定皇后王氏 十二月 前秦任命左将军都贵为荆州刺史 镇守鹏城 前秦设置东玉州 任命毛当为刺史 镇守许昌 这一年 前秦王福尖遣送高密太守 毛之等两百多人 回归东晋 六年 新寺 公元381年 春季正月 东晋孝武帝 刚刚开始遵奉佛教的法度 在殿内设置了经社 让僧徒们居住 尚书左城王雅上表 劝谏此事 但是孝武帝不听 王雅是王宿的曾孙 二十六日 东晋任命尚书谢时为蒲叶 二月 东夷西域六十二国向前秦进贡 夏季六月初一 出现日食 秋季七月二十五日 娇者太守杜环斩杀了李迅 娇州因此得以平定 冬季十月 原武陵王司马在新安去世 东晋追封他为新宁郡王 让他的儿子司马尊 祭祀王位 十一月己害 任命前会计内使吃为司空 吃固执的辞让 坚决不肯就任 前秦荆州刺使 都贵派前骑司马严镇 中兵参军吴仲 率领两万兵重 进犯进陵 环冲派南平太守环石前 卫军参军环石敏 等率领两万水陆军抵抗 环石敏是环石前的弟弟 十二月初八 环石前袭击严镇吴仲 并且重创了他们 严镇吴仲退守管城 环石前进军攻打 二十七日攻克管城 擒获严镇吴仲 斩首七千人 俘虏一万人 东晋朝廷下达诏书 封环冲的儿子 环千为遗养侯 任命环石前 兼河东太守 这一年 长江以南 发生严重饥荒 七年 任武 公元382年 前秦大司农 东海公浮阳 园外散旗侍郎 王毗 上书郎周 意图反叛 事情被发掘 被捕后 送交挺位至罪 浮阳是浮法的儿子 王毗是王猛的儿子 前秦王福坚 问他们谋反的情况及原因 浮阳说 我的父亲 哀功伏法 无罪而死 我是为父亲复仇 傅坚哭泣着说 哀功伏法之死 责任不在朕身上 你难道不知道吗 王毗说 我的父亲身为丞相 有辅佐天命的功勋 而我依然还是贫贱之身 所以我想为自己 谋取荣华富贵 福坚说 丞相临终前嘱咐你 用石头牛 作为种田的资本 未曾为你求取官位 了解儿子 没有谁能比得上父亲 这话多么英明啊 周说 我世代承受晋朝的恩惠 生为晋臣 死为晋鬼 还有什么可问的呢 此前 周多次图谋反叛 周围的人都请求 傅坚把他杀掉 傅坚说 周是刚烈之士 他持有如此的志向 怎么能害怕一死呢 杀掉他 正好足以成就他的名声 于是 就将他们全部赦免不杀 把福阳迁征到梁州的高昌郡 把王毗周迁征到朔方以北 周死于朔方 福阳勇气力量过人 不久又被迁征到善善 等到渐元末年 秦秦国中大乱 福阳劫持善善成相 打算向东返回 被善善王所杀 秦秦王福坚 把叶成的铜驼铜马 神秦飞连相 巨人温仲相 迁移到长安 夏季四月 福坚任命福丰太守王勇 为幽州刺士 王勇是王毗的哥哥 王毗凶狠险恶 无德 而王勇却清正修明 好学 所以被福坚任用 又任命杨平公福荣为司徒 福荣固执的词让 不接受 福坚正在图谋 讨伐东进 就任命福荣为 征南大将军 开一府一通三四 五月 幽州发生蝗灾 遍及千里 秦秦王福坚 让陕齐长市 蓬城人刘兰 拔动幽 冀青病四周的百姓 共同努力消灭蝗虫 秋季八月十一日 东进实行大赦 秦秦王福坚任命 建议大府裴元略 为巴西同二军太守 让他秘密地准备税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